你很喜欢我吗 去找女朋友去一个咖啡厅 要不要谈恋爱 一起在咖啡厅吃一个蛋糕 要很大才可以谈恋爱 不懂 因为我不懂 因为我们有试过 可能又要什么试 就互相给对方讲 就是我喜欢你 然后你刚好也喜欢我 可能如果你是21岁 18岁以后 应该18岁了 你的思想成熟了 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谈恋爱的 我妈讲比较专注在学业 考完大学的是什么 不要太小好像小学 步入青春期 对异性产生了好奇 青少年情斗初开 早恋现象逐渐普遍 发生的年龄段也越发地灵化 其实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有了 现在三年级四年级都开始 你喜欢我我喜欢 你已经开始在讲这些东西了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社会的 整个层面也不一样 他们所接触的东西也不同 再加上尤其是大家要去网络寻找 所以相对的他们也会提早 我们叫做性启蒙就会比较早的一种现象出现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青少年就在荷尔蒙的时候的一个变化 所以难免说他们会对异性产生 一种喜欢或者被吸引的感觉 青涩又懵懂的年龄段 要如何应对生理和心理变化呢 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举办青春期讲座 希望学生了解自己 也懂得爱与责任的关系 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生 在增长 他们成为年轻人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他们要先爱自己 所以我们为他们有这个节目 他们要担心自己 让他们爱自己 之前能够认为爱别人 你可能会被人的身体感受吸引 对自己的性格 对自己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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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认为什么 你认为男人喜欢 还是爱女人吗 在孩子从小 包括小学也好 中学也好 当他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他们就学习跟一个人相处 所以是很正常的 只是我们要让他知道 说人跟人相处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把自己保护好 让他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的关系 在成长阶段的孩子 内心充满希望和幻想 专家认为 家长需要给予引导 其中性教育尤其关键 要树立正确的情感观念 才能让孩子在爱中学习 在爱中成长 麦袋 如意梅李文杰 吉隆坡报导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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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